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尤加艺的成员苏金被网友爆料校园XXX的事情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目前为止整个事件的最新情况 前几天,一位网友在网上爆料了苏金在中学时期XXX自己亲妹妹的事情 因为就在前一阵子也有过一位网友上传毕业专辑作证后爆料过苏金 所以这次相信爆料的网友们也变得比较多 因此,所属公司也是马上回应媒体 目前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正在向本人确认事实 然后大约过了6个小时之后 所属公司正式声明 透过于本人确认留言的人是苏金中学同学的姐姐 当时苏金跟同学用电话吵架的时候 在旁边听到的姐姐接了电话 也跟苏金吵起来了 但是那位网友主张的不是事实 希望不要让为了追求梦想 每一瞬间都在努力前进的成员们受到伤害 以后如果有人恶意散播不施谣言的话 会采取法律制裁的 公司表示有吵过架 但是没有爆料的那些事情 但是这位网友再次上传了反驳公司声明的贴文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妹妹跟苏金曾经是朋友 但是因为看到苏金抢钱喝酒吸烟的样子后 开始远离了她 在妹妹远离苏金开始 苏金变成了加害者 妹妹变成了受害者 刚刚所属公司发表了声明吧 真的很惊讶 加害者竟然记得跟我通过电话的事情 都已经是90年前的事情了 我真的想说明我为什么会感到震惊 这个声明为什么是自己在给自己挖坑 1.情况说明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 妹妹在客厅通电话 吵架 妹妹根本就是拿着电话在挨骂一样 一直反复恩恩不是 因为从电话中好像听到一些骂人的话 所以我就代替接了电话 一接电话就听到了苏金骂西班牙呢 我很生气的问了她骂妹妹的理由 她说妹妹不接电话也不还钱 3500块 这3500块也真的很傻眼 妹妹跟苏金一起去了果汁店 苏金点了草莓汁 妹妹说不想喝 苏金喝了几口后对妹妹说 你要喝吗 妹妹说恩我喝 等妹妹喝完之后 苏金就说是你喝完的 所以给我那些钱 那些钱就是3500块 不觉得这是不正常的行为吗 公司声明的那个内容就是这件事情 不是仇家 是单方面的被骂 2 苏金怎么知道IG留言的人就是我呢 最重要的是 苏金非常正确的知道 上传贴文的人就是我 我发的贴文就是这一个 IG账号也是非公开 只看这个贴文就能知道我是谁的话 不就是承认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只看我的IG账号是很难推测我是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贴文的内容 这是中学生能做的事情吗 不是 做了这些事情后 还能后脸皮的出演节目吗 带我们到厕所后就说 我先打了 之后就突然打了我的巴掌 然后对我说 这次换你 就叫我打跟我一起来的别的朋友的巴掌 我跟那位朋友就互打了对方的巴掌 喝剩的饮料让我喝之后 就跟我要饮料的钱 抢别人的校服 借钱后都不还 坐在骑摩托车的哥哥身后 非常吵闹的在社区飙车 喝酒抽烟 然后有一次我没能去补习班 他要我今天一定要来 我说了对不起今天真的不能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群发短信给学校的混混们跟我 某某某现在开始要被排挤 我因为太害怕 就只能打电话一直道歉 网友接着表示 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 只是看这个贴文 或者是看我的任何一个留言 也应该会说 不是事实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内容 但是看了这个后 连跟我通话的事情都能记起来的话 这也证明了 他那么欺负我妹妹的事情也是事实 都过了十年左右的事情 只看这些内容就能推测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承认了 三 为了追求梦想前进 我妹妹的学生时期 身心都被严重的踩踏了 还在那里说艺人的梦想 真的很遗憾 然后死近的同学就上传了毕业专辑作证后 更详细地陈述了 刚才天文里的那些X内容 然后也表示 现在重新救出这些记忆 也是非常痛苦 因为学生时期遭到的那些事情 我换了学小板减手证 但是有一天 我在never看到了 有人爆料俗进的天文 也看到了粉丝们 非常不像话地在护航 对我姐姐的留言 也是非常无理地否认 我曾经遭遇过的事情 我真的想把我的记忆拿出来给大家看 学生时期 因为是混得好的混混 让我的学生时期 委屈得被踩踏 遭到那些事情 不想因为现在是有名公司的艺人 也是粉丝们爱惜的爱的 我要再次受到委屈 就是因为那些粉丝 所以更想要公开 有人说 那为什么没有在艺术道就爆料 如果那个时候爆料的话 会有人关心吗 看到这文章后 希望曾经跟我一样的 受害者们能鼓起勇气 粉丝们威胁 辱骂我跟我父母的DN 我也都截图下来了 现在有很多人发爆料文给我 我会观看所属公司的对应后 为了妹妹分战到底 想要留酸烟的人 希望能先想一下 自己的家人 如果造到这种事的话 目前 除了这堆姐妹之外 也出现了其他网友的爆料文 甚至也有位自称 是因为俗心的XX而转学的网友 公开了自己的学生生活 纪录部作为证据后 爆料了更多俗心的过去 因为这位姐姐 是以本人的IG账号在留言发文 而且在所属公司的提告声明下 也是更详细的上传了反驳文 接着也出现了 其他受害者们的爆料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月初 曾经有位自称是演员 苍西奈好友的网友 爆料了苍西奈在学生时期 也被苍西奈的事情 而今天凌晨 苍西奈突然在IG上传了 这样的现实动态 不要再搅话了 因为苍西奈跟苍西奈 是同一所中学出身 两个人的年龄也是一样 苍西奈之前在节目中 也说过自己在学生时期 曾经被X的事情 所以现在韩国网络 几乎是一面倒得非常负面 虽然也有帮助苍西奈 说话懂网友们 但是因为没有上传 毕业专辑等证明 所以现在除了粉丝们 几乎也没有人相信 然后在今天早上 苏金亲自发表了自己的立场 我在学生时期 是比较显眼的孩子 一直都有不好的谣言 跟着我也是事实 曾经也穿过不适合学生的穿着 因为好奇心 也抽过了几次烟 小时候是因为徘徊 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抽过烟 就算我有悔改 我曾经确实做过丢脸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结果 但是真的是有非常冤枉的部分 因为一直都是有不好的谣言 所以也就想就这么过去 但是看到很多粉丝们痛苦的样子后 我想放下所有 对大家解释一次 我跟今天发文的那位网友 真的是朋友 我记得在他家吃过饭 记得跟他跟他姐姐三个人一起看过电影 发文的那个姐姐 在我受到学校前辈们威胁短信的时候 也是在旁边想要为了我报警的非常感谢的人 对姐姐一直都有着感恩之心 透过那个文章我才知道 那位朋友为什么会远离我的原因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那次吵架的理由是因为他的违约 因为不是一两次 所以我记得我生气了 虽然很丢脸 我也记得骂过他 然后那个时候姐姐接了电话 就开始责备了我 然后我就对姐姐说了对不起 之后就挂了电话 从那时候开始 我跟那位朋友就完全的疏远 应该彼此都还抱着不好的感情 但是关于上传的那个文章 我想明确的表示 第一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他 第二我从来都没有坐过摩托车 第三我从来都没有群发过排挤他的短信 第四我从来都没有抢过校服 偷过东西 第五学生时期 我没有跟侧心的演员说过话 因为这件事情让他遭到困扰的部分深感牵引 关于果主的事情真的是没有记忆 对不起 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会是做那种事的人 因为我的私生活引起争议 以及对于因为我过去的行为受到伤害的所有人 真心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航空网友们的留言 我不记得 不知道 我们是朋友 我们只是吵架 不是朋友 对我的谣言虽然不好 但是我也是很冤枉 这不是典型的加害者思维吗 好恐怖 不想退团所以在挣扎 一直这样固执的话 可能会毁了团体 赶紧退团吧 一开始被爆料的时候就道歉的话 粉丝们还可以护航 说现在有悔改 现在否认还说要提告 结果只是证明了过去跟现在 人还是没变而已 受害者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还需要什么呢 也不是一两个受害者 连内容都这么详细 平常的话就会先战中立 但是侧心呢 为什么会爆料呢 如果被发现是造假的话 他的演艺人生也会完蛋的 应该就是有理由 才会冒着负担上传了吧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本人都出来解释了 为什么就不肯相信呢 没有什么证据 只是以记忆就要毁掉一个人 真的觉得是不应该 然后在俗金发文之后 那位反驳公司生命文的 俗金同学的姐姐 也在一位网友 俗金发了否认声明 姐姐应该也会上传什么吧 的留言下留言 会上传的 因为他都不记得 真的会给受害者 造成一生的阴影 不是被迫道歉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一定要介绍相应的惩罚 但是就像之前 旁极后那件事情一样 很多时候 爆料的内容也未必是真的 也不能随便就相信 所以 对于 对于俗金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俗金的争思